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你现在是脚背还是脚 是现在走路是应该是脚背 脚背 那我就处理脚背 你现在臀部没有什么不舒服 我的小腿啊 晚上会肿 晚上会肿 晚上处什么寒 所以以后记得在晚上或半夜发作的 一定要温敷 一定要温敷 那你现在说你足背正在痛是吗 足背痛 好 您鞋子脱下来 反正现在还在肿 那个肿 如果有水肿 譬如这种水肿 会凹下去的 这个尤其到很多重症的 会水肿的话 它的处理最好是怎么样 除了臀部按以外 脊椎最好按一按 甚至整条脊椎都按一按 然后温敷 这个才重要 有时候已经到内脏 一些器官新陈代谢的问题了 所以这个都还要在整个全部加强 我刚刚讲的脚踝是从这里 你画一个线 就是按着脚踝这里 这里的痛以上的 通通属臀部管 这里以下的 以下的就由这里管 也就是它足备 如果它说确定是这里痛 那很显然的 它是这里有问题 那它痛中间 那就是楼 这里还有这里的脚踝 这样大家能理解吧 因为中间你也不知道哪一边 如果靠外侧一定是这一边 靠内侧的一定是这一边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大开关 我们这一圈是很大的开关 因为等一下会讲到的 我们刚刚讲的脚跟腱 就是我本来要的是这个 那这里如果痛的 也是属臀部嘛 有的时候这边也会痛 这个一圈都会痛 就是整个脚踝 整个一圈都会痛 如果它这一圈痛 它这一圈痛是代表哪里痛 开关在哪里 它说这一圈 臀部 臀部 这一圈痛一定是在臀部 也就是开关的痛 一定要找上面的开关 大家懂我意思 所以在这一圈 压着这一圈以上的 通通属臀部管 那简单的我问 如果这一点痛呢 我们刚好在弯的那个 这里痛要按哪里 是按这里呢 还是按臀部 臀部 臀部 为什么 因为你这一圈嘛 对不对 对 刀掛这一圈喔 还是属臀部管 所以这一套 已经做到很明确了 我们常常在谈 说什么叫做科学的核心价值 真正科学的核心价值 就是找出它的规律 而不在意它的说明跟理由 很多说了那么多的理由理论 那个理论理由说实在 很多都掺杂人为的推测 那规律是不会变的 也就是每个人只要按那个点 它通通会有效的 那这才是真正的科学的价值所在 所以科学的价值 你找出规律是可以复制的 那理论呢 理论常常要用的时候 到临床很多是不能用 所以理论很多 在说明这个规律的理论中 很多都经过人为的推测了 已经慢慢也远离世事 所以这个不是最重要的 也不是科学最重要的核心价值 所以很多人在学理论啊什么理论 到最后真正要用 脑袋装了太多理论用不出来 也是这个问题 所以我认为真正要学的就是找规律嘛 好那现在你感觉这里痛是吧 对对对 好那我们来做给大家看 这里这里痛不痛 嗯有点痛 这里有一点这里有了 哎呦很疼 这里很疼 是啊对对对 对对对 这还好 这里还好 那要不要留到后面不用 除非后面管的是足底痛 等一下我们再讲足底 我们做的时候再跟大家讲 那我先把这个解决 很疼很疼 很疼很疼好 好那外侧是应该是这一个点 这里疼不疼 哎呦这个疼 这个疼也是在外侧 好这里疼不疼 哎呦这也疼 这里也疼是吧 很疼很疼 很疼 很疼很疼很疼 啊这里还好了 这个疼也疼 疼到这里 是吧 这里好 啊这里呢 这里不疼 好这里不疼 好就是在这里 好那么你现在因为脚踝没有痛 你说以前也有常常痛 对不对以前 就是偶尔他是不确定的痛 对那就是如果痛 直接从臀部 你现在看看你那个足背 可以尝试了 可以尝试了 再踏踏看那种感觉 缓解多了 缓解多了 真的是缓解多了 以前是走上来之后 就要破着腿 然后走个十来步 然后就能缓解 现在以下就站起来就不痛 对那我就是 他来的贡献就是说明脚踝 就是脚踝以下的就是处理脚踝 那脚踝以上一定是臀部 好谢谢 不会不会 谢谢